最近呢还有一款在朋友圈里卖的特别火的保健品 也是被起底了 白梨卢醇 听过吗 当然了 这我看这个微商卖的是特别火的一种保健品 是吧 说是能够软化血管 能够抗衰老 能够抗氧化 能够美容养颜 还能够抗癌 反正呢就是对身体特别好的保健品 这卖的好像也挺贵啊 但是问题来了 这所谓的白梨卢醇 真的像微商广告里说的那么神吗 我看了今天央视新闻的报道啊 实际上白梨卢醇产品是有益健康的概念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跨国营销骗局 哎呀 这个白梨卢醇呢 是一种抗氧化剂 葡萄蓝莓当中就含有这种成分 1939年由日本科学家发现 由自这个白梨卢醇被发现之后呢 在长达近60年的时间里面 人们并没有发现它有多厉害 但是美国康州大学的一位名字叫做DAS的学者 在上个世纪末呢 将白梨卢醇推上了神坛 说它的功效特别神奇 而早在2012年 DAS被发现它关于白梨卢醇的 150篇文章当中都涉及数据造假 这目前呢 国内流行的某品牌白梨卢醇产品呢 大多都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 许多产品包装上啊 都是满满的英文 没有中文标识和批准文号 商家的口号呢 是有病之病 没病防病 实际上呢 这种产品在美国的官网上 却标识着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和预防任何疾病 国内商家在销售的时候似乎是漏掉了这句话呀 是漏掉了吗 我在合计 他要是说了的话 谁还敢花大价钱去买呢 有研究发现呢 当人体每天摄入白梨卢醇量超过0.5克 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 超过一克的时候呢 不良反应更多 腹部不适腹泻等等 而临床研究呢 也有白梨卢醇可能会引起肾脏问题的病例 而查询国家食药监总局的备案信息 目前呢 国内并没有任何一款合法的 具有抗衰老美容等功效的白梨卢醇的相关产品 所以呢 这种看似高档的外国保健品 并不像宣传的那样神奇 至少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认为 白梨卢醇对人体有好处 嗯